蒙路再高,仍然会有一个业能的存储毫无贡献。 这就好比同样大小的黑马,一个人将他先买了钞票,另外一个人却在放钞票以后又放进了草纸。 两个人一起上街,谁能买到更多的东西,自然不言而喻。 刚刚我们提到的全反应的证据,当我们这两个都提供了,只有离子电池的百分之二十左右。 即便液流电池并不用于变写之设备,人们仍然希望它越小越好。 另外,如何降低液流电池的成本,这也是目前研究人员的努力方向。 不过,有缺点不可怕,关键是我们如何通过技术的进步来逐渐克服这些缺点。 事实上,液流电池技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了,但直到这些人来,人们才意识到了它的价值。 目前,关于液流电池的影响,已经成为一些科学们的一个类似。 相信,将不久的将来,这种磨测的电池技术,能够在解决人类能源的问题上,可以发挥,更换的作用。 好的,大家已经用情就暂时可以动了,你想要解更多的科技信息,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,非常科学的声音,来观众我们,或者通过新浪官方微博,经济之声非常科学,与我们整个组进行互动。 主持人,要能发表的电池技术,感谢大家的收听,并长你们精彩时间,继续引人声音,非常科学。 很匹长,我们的路由很科学,一路的配合,这 ΟCV不一样的电池技术, Chipotle卡,转发表的电池技术,琥珍,放矩路上,ров子和射能源的包含 马银,并长你却气阮位置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